桃源这间茶行根本不是坐这行 警方深入追查 什么卖茶全是假 警方强势攻坚 里头小弟察觉不对 来不及逃全被抓 警方每层仔细搜 因为这间茶行是诈骗集团据点 楼上当诈骗机房 楼下还设有刑房 一言不合动用私刑 还是对自己人 詹姓主贤成立诈骗机房 成员所定位成年 他专门到撞球馆酒吧等少年聚集地点 吸收当诈骗车手 但只要怀疑黑吃黑就用家法伺候 甚至底下车手背景插抓 车手头和祖先回报 他不信连干部左右手也照样殴打 至少有五名成员因此受虐受伤 而茶行楼上还附设招待所 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出入 茶行当诈骗据点 地点还选在桃园中立闹区派出所旁 主贤联手中国境外机房 用假检警诈骗手法 其中还有被害人一个人就被骗两百万 两年来至少得手两千五百万 主贤有天道蒙正应会被警五年前被抓 出狱后改名又另起炉灶 这回警方共逮捕14人 其中有三人还是未成年 包括主贤在内 八人法院裁定积压警戒 东正新闻有阿西洋间 在台北报道